這是街逛街 而旁邊 這是醫局街 開始逛 石劫尾街 這是街逛街 改變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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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點來都會睡覺 這是新水埗公立醫局 仍然在營運,這裡也頗有趣 繼續走 其實我想去南昌站 不過,有很多條路都走過 所以我特地找一條我未走過的街道 順便拍攝,所以要繞個大圈 這裡是南昌街 因為南昌街都走過一次 那次走得挺完整的 由農場道那邊走到下來 趁未過馬路,欣賞一下這裡的建築物 像不像一個路線 旁邊兩支天線 就走開了 有炸雪櫃, 二手的, 洗衣機 今天浪費臘肉 垃圾站 現在走快兩步 原來是北河街 街尾 六四 可以 咦,有一間寺廟 天后廟 沒有預期過會見到這些 也容許我再重申一次 其實大雄並不是來介紹地區 大雄是在離開香港之前想走勻香港不同的地方 你當我是一個遊客的身份去這裡參觀一下 順便拍給大家看 所以我是沒有做Research出來的 很多時候,我都沒有太多計劃 例如今天這條伊菊街,我原本沒有打算走 我只想去九龍道,南昌街 不是說錯,是南昌站 由南昌站走回深水埗站 是南昌街 這是欽州街 欽州街 沒有錯了 西九龍中心在前面 警察局在這裡 我轉過頭要由南昌站 走過去西九龍中心那邊 現在先走伊菊街 前面還有最後一節 然後就沒有了 260C 另一個方向是去馬鞍山那邊的 快車來的 以前只有86C 繁忙時間才有26C 現在就常規化了 但是就可能比較疏少少 30分鐘才有一班車 如果撞不適合時間 可以搭回普通的馬鞍山那邊 260C我覺得快很多 可以走了 好了 任宙街 那個方向是南昌站 我都未去過 為何要去南昌站呢 其實就是 有位網友 有個要求 希望我由南昌站那邊 走到深水埗警察局那邊 我當然沒有問原因 每一個不同的香港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都很希望大家 會再分享多些 讓我知道 在這裏 湖露丸 也是這樣 有一堆洗衣機 在這裏 不要在這裏 什麼事 依局街 就走到這裏 這裏 已經在街尾 轉過來 是九江街 九江街 分開了幾折 這裏 這裏 已經在街尾 這段影片來到這裏 可能我會拍攝南昌站周邊 繞個圈 看看南昌站現在是甚麼樣子 下段影片再見